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杨栋梁 好了 同学 今天时间结束 今个星期的功课 就是要写一份关于你认为你个人内在到外在 以及他人以至社会的报告 这个就是讲究竟这十年之内会有什么变化 好了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下课吧 哎 老师被那份功课 说要想想个人 他人 这些社会十年后的将来 但真是毫无头水 咦 咦 发生什么事啊 咦 那里写了什么 农历贸五年 二零三十年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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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什么来十年后的香港 哎 算了 来啦 刚刚收到个短续位去古工博物馆 对啊 现在立刻去先 哎 哎 对不起啊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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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迟了 不要紧啊 我们今年的古工博物馆的特别展览 就是关于清代常用品的展览 我带你看看有没有展览 嗯 想不到我十五年后 有机会在古工博物馆做事啊 咦 那个问题不是这么精致的 是什么呢 噢 这个是乾隆款前子联盟冰箱 其实在清朝皇室 已经用冰箱来保存食品 并不是后期由西方传过来的 原理很简单 就是将冰块放入箱底 以将水果放在中层 同时可以兼顾到室内降温 和防止浸水问题 既美观又实用 噢 原来是这样 咦 那个那么特别呢 那是一个虚拟实景的展览 看看先 就是戴上这个虚拟实景的眼镜 就可以看到文化三维纳体的模型 嗯 用科技和文化 来带出他们两只可以故身并存的道理 再用清代日常的生活用品来带出这个道理 不错啊 多谢你的欣赏 其实在这十几年来 全港博物馆的参观人数 都越来越少 所以开民署不单只会以金钱资助 还会更新和维修科学馆 一些比较旧的展品 更加积极地举办更多的博物馆活动 和方法通行制 所以我希望博物馆会值得更多 唉 终于受贡了 嗯 为什么有些东西弄髒的鞋子 哇 为什么会来到堆田区 十五年下的堆田区 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风景 又有天星小轮 又有码头 又有国际金融中心 这边就还港了 但是为什么这么臭 咦 那里有些垃圾都在浮 又有酥酥酥酥酥的耳带里面 又有河河泡的臭味 哇 我不行了 我快要吐了 快点要交代我 唉 唉 辛苦了 今天叫人停下来 2023年3月9日 哦 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迷迷 没有垃圾 没有臭味 唉 这个才是真正的香港 十五年来 科技不停地进步 有个施职的人工智能駕駛 又有素食制作 唉 但是那些人 就忘记了我们 当下遗迹很多垃圾的事实 他们只是注重于宇宇宙 和开意识里面 很美的维港美景 但是就忽略了 各处都是垃圾的意识 看来啊 我们都是珍惜当下 好好珍惜这个 眼前的维港美景啦 谢谢大家